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期报告称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9日 抵达巴黎时对媒体表态称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美国并不打算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 因为这一举措违反中导条约的规定 博尔顿此言无疑令媒体大跌眼镜 因为就在前不久 美国总统特兰普刚刚叫嚷着要退出中导条约 理由是俄罗斯没有对条约内容尽到遵守的义务 美国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守约 而在之后博尔顿的反俄知情过程中 这位美国最强鹰派 也向同样强硬的总统普京展示了坚决的姿态 普京当面批评美国对俄罗斯的无端攻击 他甚至还拿美国的国徽开玩笑 询问博尔顿国徽上的橄榄枝是不是让老鹰吃了 鹰派的博尔顿也毫不服完 当场回应普京称他本人并没有带橄榄枝来 言下之意 美国并没有打算和俄罗斯讲太多关于和平的道理 博尔顿和普京的这场会晤 被媒体形容为充满火药味 而在结束访俄行程之后 博尔顿还专程飞往格鲁基亚访问 大有支持格鲁基亚对付俄罗斯的意图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被称为战争硬派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却突然说出如此一番软话 这可能连俄罗斯方面都没有想到 因为俄罗斯刚刚才警告了欧洲 称如果不想噩梦重演 就必须在种导条约的问题上明确立场 而普京此前也曾经明确表态 称如果欧洲国家接纳美国的中程导弹 那么俄罗斯将被迫针锋相对地把导弹对准欧洲 普京警告称 一旦俄罗斯侦查到导弹来袭 将会第一时间回击 令对手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 就在俄罗斯频繁针对美国 退出中导条约的威胁放狠话的时候 博尔顿自己却表达出遵守中导条约的意愿 这事实上反映了美国现在的矛盾心态 对于中导条约 美国也很难做到一刀切直接割舍 因为美国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美国也必将付出代价 在冷战时期 美国也感受过苏联强大的 导弹核武力量所带来的近距离威胁 现在苏联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俄罗斯的导弹技术却仍然保留完整 所以如果美国执意挑起事端的话 俄罗斯完全有能力让美国再次感受一下当年的威胁 而且到目前为止 很多欧洲盟友都对美国 退出中导条约的计划感到恐怖 虽然北约坚称是俄罗斯违约在先 但是这些盟国也试图说服美国 认为美国最好还是留在中导条约之内 理由当然也很简单 欧洲不想重新成为火药桶 也不想继续当炮灰 美国如果退出中导条约 并试图将导弹重新部署到欧洲 那么无疑相当于出卖盟友 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北约风崩离析 欧洲甚至可能不得已寻求和俄罗斯达成妥协 后果将对美国相当不利 所以博尔顿或许不是真心想要说软话 这只不过是美国面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屈服 毕竟美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左右一切的地步 中导条约不仅约束了美国 也约束了俄罗斯 还保证了欧洲的安全 美国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玩火 有可能会导致无法收拾的结果 特朗普固然强硬 但也必须对美国的利益负责 因此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 特朗普也不敢真的翻脸 博尔顿作为特朗普的鹰派王牌 平时都是讲狠话的 但现在情况特殊 他也不得不替总统讲几句软话 无论这是不是特朗普的本意 博尔顿的言论都反映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美国也不得不对当前的情形有所妥协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不信连成钩 您能够在这边 尽力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